大家好 我是PanerBan 大家好 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玩紀錄 來到2015年第39週 首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雖然大家看到這段影片都已經過了氣了 可能不知道 祝大家中秋節補價快樂之類 有價放總好過沒有價放 不知道大家剛剛中秋節這個周末做了些什麼 我昨天終於有時間錄到新一集的隨機玩 但不算玩得很滿意 希望展出一些比較精彩的場面出來給大家看 剛剛那個星期實在是近幾年來 公司最忙的一段時間 或者公司的工作令到我最忙的一段時間 不知道全公司來講其他人忙不忙 那他都OT的情況下 導致回來打遊戲的時間都少了很多 只是僅僅時間錄了Far Cry 4 剪片 另外其餘時間就玩了少少少TF2 其實周中我已經想錄這個隨機玩的 不過每一次晚上開TF2的時候 他都彈了那些交易出來 叫我去做 開著交易我又不是很想錄隨機玩 因為畫面又會多了一個contract的字 有些細字在那裏叫你做什麼 所以開了contract之後又想玩他 但是contract有時都很花時間去做 例如我玩過一個 soldier 是要我用副武器去殺一些在空中的敵人 簡單來說 要你用火箭炮炸到敵人彈起 然後再換副武器 然後零空射死他們 當然這個做法 最適合的就是 我覺得他也是用副武器做給你用的 reserve shooter 那支槍 當你用火箭炮或任何爆炸的東西彈起敵人之後 5秒之內 你換這把武器去射射半空的敵人 就會 好像會mini crit 當然好 mini crit 所以有時就算我做得到 真的彈得起敵人 又換一次槍又射中他 都只是mini crit 有時多血的敵人 都不是一槍可以解決得到 所以就花了時間才完成了這個結局 之後有另一個 還是之前呢 不忘了了 另一個就是要去 要去CAPTURE到一些 objective 包括在CP地圖 或KOTH地圖 搶到Pon 或CAPTURE THE FACT 奪到奇 我不知推車子算是怎樣 對吧 推車子也要去去穿目標 但當時想不到 推車子推到去穿目標 會較容易 因為在CP方面 當然你玩Skull去CAT POINT是比較容易 也是你應該做的事 但當你的隊友比較不濟 或者是這麼巧 當你在苦戰解決敵人的時候 打算去CAT POINT你隊友已經快快手手去CAT了 又沒有你份 又拿不到分 又完成不到Contract 所以說為了做Contract的時候 那晚玩完之後都沒有其他時間去錄 所以週中也沒有錄到過隨機玩 等到昨天才錄了Pyro的隨機玩 正如我剛才所說 玩得不太好 而且我覺得抽到的裝備沒有一個貫徹的主題 所以玩起來好像是欠缺重心 只要玩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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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 希望在下個星期內 剪好這段影片就可以發佈 除了TF2之外 其實還有跟朋友試過這隻Dive Kick的遊戲 都是那句啦 出了很久 留意很久 等到減救 或者掉進了某些Bundle裡才購買 Dive Kick是一隻對戰的格鬥遊戲 像街霸那些 不過很特別之處 只有兩個按鍵 一個叫做Dive Kick 一個叫做Kick 就會令你的角色跳上半空 起飛腳踢下來 或者在地上就會令你的角色向後跳 還有一些特殊能力 起進時機 起飛腳踢下來 踢中對手 贏 所以雖然有整條血條 但無論你怎樣都好 都是一擊就必殺 所以是一隻可以稱為很純粹 或者很簡約的對戰的格鬥遊戲 但不代表他簡單得來沒有深度 因為其實他的操作上 和每個角色跳躍 或者起飛腳踢下來的角度 或者有些特殊技能都有不同 除了你要知己知彼之外 也是很考心理 很多時候你會做一些跳躍 令你對手以為你準備攻擊 但你又不攻擊 看準時機 或者跟對手互相推推拉拉的狀態下 就看誰會露出破綻 給對手一個反擊機會 一擊就可以拿分 玩法上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好說 只是眼看完 除了各個角色的攻擊 或者跳躍的效果會很不同之外 但這遊戲是一個這麼獨特的遊戲設計 任何人都可以玩得上手 不過當然就是異學難升 而且我相信一些高手 玩得熟的人 和新手玩 絕對會有很大的分別 不過就算大家都沒有什麼格鬥遊戲的根底 都可以立即開始學玩 嘗試玩 所以這遊戲推出之後 評價都不錯 不過由於這遊戲推出了好一段時間 現在如果在網上我還會遇到的對手 一定是玩了很久 或者很喜歡這遊戲 很高手的 所以我就完全沒有想著挑戰其他網上的玩家 只是跟朋友拿出來開心一下 還有今個星期買了Fever 1.6 1.4的時候我拍過影片 分享過入球 1.5分別不是很大 所以就 skip了 我們之前要玩都是繼續玩1.4 但1.6方面 畫面又再一步提升 加上了女子足球 另外就是我覺得她的系統上也有很大的改進 上次說過她加入了一個不碰球的做假動作系統 終於知道她是什麼回事 就是按住一個按鈕的時候 球員就不會繼續推球 當你繼續動那個控制桿的時候 就會放一些假身的動作出來 我還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下會有實用的價值 不過看起來就很特別的 其餘他們說今集中場的重要性比Fever 1.5更加強 我就... 呃... 還沒有感覺到 因為都不是玩了很多 我是覺得今集似乎球員的能力值不同 因為那種真的玩起來的感覺 反應出來會明顯了 即是說強的球員或強隊和弱隊之間的分野 感覺會大了 因為真的當我用強隊的時候 那些短傳各樣真的覺得到位好多 用一些稍微弱的球隊 一來就是這些傳送可能準成到力度會欠奉 另外就是各個球員的平均技術低的話 有時候一些很容易控的球都會比較控的 令到你可能... 呃... 要做一些更加謹慎的踢法 或者不要做一些太高漲的東西 而另一樣我覺得改進了的 雖然不可以跟1.5相比 因為我沒有試過1.5的這個模式 跟1.4相比 這個Skill Game是一些類似半訓練半教學的一個模式 會教你由淺入心 由最基本的移動 普通的交球 一路就會提升上去 用一些更高的難度的挑戰 要你去完成跟著做 一路玩上去 就要你一定做到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才會得到夠分 可以得到不同的Ranking 這個模式呢 我覺得1.6的版本做得不錯 因為除了... 就是最基本的教訓 你一些基本操作之後呢 一路提升上去的那些挑戰 都有... 令你真的學得到那些操作 或者怎樣... 這類傳送在什麼情況下 使用是適合的 這樣... 比起1.4年的版本 就... 實用很多 或者那個... 教...教學之後 令你可以... 真的理解到那個技能的功用 效果好很多 接下來繼續看看 會不會跟朋友對戰之間 有什麼精彩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來一些入球分享 不知道這一代我會不會 上網玩 之前試過1.4公開的 結識一下其他網友 觀眾 這樣玩你上來呢 實在自己玩得不夠多 沒什麼苦練 就... 完全不是人家的那皮 反而如果我真的就這樣 上網上搜尋 可能他們都會 跟我差不多 級數的對手 如果就這樣 公開被沒有招親 就... 這些世界一級的選手 都會找到來的話 我真的... 完全沒有招架之力 講說輸球是小 人家一面倒 這樣來踢贏你 都很無忍的 所有對戰的遊戲 我覺得都是實力 相符的時候 才是最好玩 當然相符之後 你又贏到就更加開心 但起碼不是一面倒 就算TF2裡面也是 逢出一面倒的戰況 其實我覺得兩邊都 不是特別有樂趣的 好了,今個禮拜的分享 到此為止 看看這個禮拜 會不會多一點時間 可以做多一點點事情 起碼這禮拜有兩天 不說不說 禮拜四、十一都是假期 不過我個人就不太喜歡 這樣 回兩天 禮拜四放假 禮拜五都是要上班 這個情況 夾一天在中間 我個人就不太喜歡 不過我剛才說的 有假放好過沒有假放的 當你有得放的時候 就不要那麼閹尖 聲門埋怨 那麼多 大家都是這樣說 希望大家 善用假期 好好享受一下 休息一下也好 不要搏太盡 我又不是太相信 我不是太相信 其實兩樣都很難 人生會不會很難 怎樣都好 林酒前 大家中秋期間 月餅不宜 吃太多 也都不要熬蠟 現在還沒有人熬蠟 我想問 我小時候就聽人熬蠟 我自己就沒有真的玩過 見人玩不少 但是今時今日 大家一來熬蠟 危險 二來真的要走出街 買一堆蠟燭 去搞一大輪 拿個月餅盒 現在的小朋友 火柴火機 有沒有機會接觸都成問題 還是會有些很先進的東西 那些 撻火那些 那些 那些 爐頭撻火那些 那些 年輕的觀眾 不妨來跟我說聲 說 你有沒有試過 煲蠟 或者現在 還有沒有人出去 公園仔煲蠟 之類的 我是PENTHERBUT 好貓 謝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嘿嘿嘿熊